其中人会散 生死两茫茫 在女主人和保姆惊诧的目光中 两人走进了精神病的房间 那里仍然保持着高三生学习生活的环境状态 一落落的书摆满了屋子 学听力的MP3 牛津大词典 还有成队的草稿纸铺满了整张电脑桌 精神病正无精打采地坐在桌子旁边 拿着一支铅笔头胡乱地在草纸上涂鸦 她听见开门声就回过头 见到欣威的那一刻 眼睛里立即浮上一层茫然 你好 欣威神色凝重地跟她打招呼 脑门上一片乌云压了下来 房东不想待太久 便立即问她 告诉姐姐你在她后面到底看到了什么 精神病恍惚地抓住耳朵 似乎听懂了房东的意思 继而切生生地摇了摇头 像是胆小不敢透露 又像不敢确定 欣威确定她知道些什么 心急如焚地问道 她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白纱裙 长长的头发 到腰这里 面容很精致 很漂亮 精神病 眼睛里放出一道光 立即兴奋起来 点着头 嘴里念叨起来 白纱裙 长头发 白纱裙 白纱裙 长头发 漂亮 真漂亮 欣威像是得到了最终的审判 终于无力地坐到旁边的沙发上 绝望地哭了起来 他终于还是找来了 他来了 他说过 我走到哪儿 他都要跟到哪儿呢 他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房东看不出 他是伤心多一些 还是恐惧更多一些 房东觉得 自己简直是疯了 他怎么会接受 欣威这么无理的要求 他怎么会 亲自做出如此荒诞的行为 这不就摆明了 自己对欣威那无稽之谈 表示了肯定吗 但他 还是很想把这个故事听完 他很好奇 欣威和那个米娜 后来的命运怎样 像他这样一个 过了尔历之年 却没有正式工作 每天只靠祖上留下的几套房 收房租度日的宅女来说 他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 而且他最讨厌 没有结局的故事了 他对欣威说 我带你去702拜访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为什么你会说 从拒绝跟他一起回家那一刻 你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了 其实当天晚上 欣威就应该发现事情有些不妥的 晚上九点多 米娜妈妈来到欣威家 说米娜还没有回家 而且手机还关机 欣威想 也许是跟上风在一起吧 也或者别的什么 反正不会出大事 所以他很不负责任地回答米娜妈 考试都结束了 可能去跟同学玩了 直到第二天中午 上风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说 昨天下午 米娜打电话给他 叫他来跟欣威道歉 前几天 也就是上风第一次见到米娜的时候 就突然对这个漂亮的女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出现在米娜的寝室里 问他可不可以接受自己 米娜不仅当场拒绝了他 还骂他 说他根本不配跟欣威在一起 而且 这样明目张胆地出现在自己的寝室 被人看见了会传到欣威的耳朵里 欣威会很伤心的 两人僵持了几天 直到昨天下午 默考结束 米娜联系了上风 希望上风能够出面 跟欣威解释清楚 那样的话 以后他可以跟上风做普通朋友 欣威没心思再听下去了 他合上手机 心慌起来 原来 昨天米娜并非要跟他摊牌 而是要告诉自己 他根本不会接受上风那样的人 而看见他打的最后那个电话 就是叫上风来跟自己道歉的 他竟然错怪了自己的最好的朋友 而且 丝毫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他拨通了米娜的电话 仍然关机 打给他们寝室 留守的同学说 米娜昨天下午就回家了 他跑去米娜家 只见到心机如焚 等待女儿回音的米娜妈 心中顿时不满了不祥的乌云 他立即打车去了学校 寝室 图书馆 食堂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 米娜根本没别的地方可去了 他想起昨天 见到米娜的最后一面 他正打着电话 走向了苍买的地方 因为昨天 学校已经开始陆续放假 所以 苍买的生意 显得有点冷清 他直接走到老板面前 问 昨天有没有一个女学生 像我这么高 长得很漂亮 穿着红色的羽绒服 来过这里 欣威说的 实在太笼统了 一般人 应该一时反应不过来 可老板立即点了点头 印象很深的样子 带着欣威 来到了苍买的后门 门 咔得一声开了 一道强光 晃得欣威张不开眼睛 大学城 地处市开发区 除了几家高校建制于此 其他地方 基本上还都是处于荒凉的废墟 门的那一边 就是大片一望无际的荒野 下了几天的雪 沉积在这片无垠的荒野上 阳光直射在矮矮白雪之上 人要适应一会儿 才敢半睁开眼睛 看清眼前的一切 所以米娜那件鲜红色的羽绒服 就显得格外的触目惊心 老板说 哼 还没滚蛋呢 昨天发现 他在苍买里偷东西 找几个人打了一顿 教训了一下 看起来倒是个挺漂亮的 竟然是个小偷 我们本来 就是赚学生钱的小本生意 像他这样的人多了 我们不得亏本啊 现在的大学生 就这素质 欣威不顾一切地 朝雪地里那唯一一点 触目惊心的颜色 狂奔了过去 边跑边声泪俱下地 喊着米娜的名字 米娜躺在雪地里 两只毫无焦点的眼睛 茫然地望着天空 衣服被撕破了 脸上也有刮伤 冲着血的地方 欣威一把抱起浑身冰冷的米娜 哭着叫她的名字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们一起回家了 你就不会被他们弄成这样 米娜的嘴里 哈出一口白气 胆怯地缩着身子 小声的喃喃 不要打我 求求你们 不要再打了 米娜休学回家了 因为在空旷的雪地里 待了太久 阳光刺瞎了她的眼睛 每天 她都是不言不语地 待坐在自己的小床上 眼珠 总是灰蒙蒙地睁着 没有焦点 米娜妈 就成天坐在旁边 以泪洗面地抱着女儿 有邻居说 听说雪盲是可以恢复的 让孩子缓缓 可能会重新看见东西的 有邻居说 米娜妈 你别太伤心了 零下十几度的气温 孩子没有冻坏 算命大了 你一定要往开了想 大多数人都为米娜惋惜 孩子还这么小 刚念大学 长得这么漂亮 面对凄惨悲凉的米娜母女俩 再恶毒的人 也会变得于心不忍 苍迈老板赔了全部医药费 被判了刑 米娜的眼睛 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半年后 盛夏的一天 刚好是新微生日的那天 待在家半年的米娜 答应陪母亲到外面走走 在穿过一条西壤的马路时 米娜突然正开母亲 搀扶着她的手 歪歪斜斜地冲向了马路中间 一辆卡车飞驰而来 米娜的白纱裙 和缎子一样美丽的长发 在空中五百起来 欣威赶到医院时 米娜已经被推进了太平间 那个上风 算是欣威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要多偶然 有多偶然 但是 对米娜的愧疚 欣威心里想 那是自己逃不掉的宿命 有你在 真好 以后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要跟着你 别忘了 带着我走 她果真跟来了 在这样一个 欣威想要重生的城市中 再次出现 在每一个死一样寂静的黑夜里 跟在欣威身后 目光像蜘蛛吐司一样 纠缠在欣威背后 编织起一张沉重的网 令她无处可逃 不敢回头 她怕一回头 就会毫无征兆地发现 那个穿着白纱裙 一头长发的 女孩 欣威无精打采地 走向了五楼 正要下楼放风的精神病 和那个保姆 与她走了个对面 精神病的状态很好 脸上荡漾着暖暖的笑意 礼貌地对欣威说 回头 欣威进了房东家 提出退房的要求 她说 自己要逃到另外一个城市 一个陌生的 不会有人一直提醒自己 后面有那个人的城市 房东对她的精神压力 表示理解 但是坚决不能原谅 还是按照违约 多扣了她一个月的房租 令她懊恼的事 还在后面呢 她听见 有些邻居在背地里议论 关于自己离婚的内情 五楼老张家的孩子 精神不太正常 她曾带着那个三楼的女房客 去找过702家的儿子 意思是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缠上了那个女房客 那东西只有702家的孩子 能看见 他们去她家 为了求证事 这不扯淡吗 对呀 702家的保姆 证实过的 春天的流言 就像蒲公英的种子 几阵风的功夫 就传得铺天盖地了 房东每天 除了泡在网上混混论坛 再无聊的话 就把胳膊处在窗台上 郁闷地望望夕阳景 有时候 她心里会想 那个女的也真是的 那个米娜的死 根本就与她无太大的关联 她何必把一切都往自己身上来 最后 还要抱着内疚懊悔 心惊胆战地过生活呢 看看 她把自己害的 这时 她的一个新房客回来了 她手里拎着袋子 里面一条挣扎的鱼 翻来覆去地打挺 她靠在窗台上 宠下面的房客喊 顿鱼啊 新房客 抬起头 看见她 喜气洋洋地挥了挥手 嗨 花坛边 石凳上纳凉的精神病 瞥见这一幕时 若有所思地皱了皱眉 后来 她每当见到那个新房客时 都会一惊一乍地喊她 顿鱼 顿鱼 房东这才恍然大悟 心里顿时火冒三丈 妈的 精神病就是不可靠 当初咋就相信了她呢 房东了解了精神病 叫新微回头的始末 却永远想不通 新微心中的结 到底是如何记下的 新微也永远不会 把那个秘密告诉别人 她藏得越久 就越内疚 所以 只好背着那个阴影 走完一生 不管逃到哪个城市 那一天 看到米娜 边打着电话 边走向仓外 新微 并没有直接坐车回家 她走回校园 在体育场的投币电话里 塞了一枚硬币 她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对着那边说 现在有一个人 正在那里偷东西 请他们仔细查看一下 那个号码 是她从苍脉窗户上贴的那张招聘 起誓上 抄下来的 她只是想让米娜偷窃的行为 功不于众 让人们发现 其实她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完美 仅此而已 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 只要你尝试过 什么叫忌妒 虽说你忍受的痛苦 正在净化你的灵魂 但是 请你在变毒之前 还是事先考虑下 你能否承担 它为你带来的 更大牺牲 比如说 不敢回头